金門在今天中午11點55分 全島大停電 有4萬戶無電可用 路上交通耗製全停擺 就連小三通也受到影響 船班延誤 甚至還有民眾受困在電梯內 島上一度大亂 台電表示是塔山電廠 設備故障所導致 而另外同樣是在中午 高雄鳳山小港一帶 也有2萬多戶突然停電 讓民眾叫苦連天 對 團停電民眾受困電梯 消防人員緊急救援 站到平台之後 我把梯子往後推一點點給 大聲呼喊 祖孫兩人平安獲救 只是被困長達半個小時 熱到滿身大汗 掛電梯就對了 人家有安排嗎 會受困全是因為金門大停電 島上大亂 連小三通也受到影響 旅客們在碼頭櫃台前大排長龍 上方螢幕一片黑 就連馬路也是一片混亂 交通大打街 店家生意做到一半 同樣很無奈 樓上還有坑 樓上冷氣應該也都 都停啦 9號中午11點55分 金門全島大停電 4萬多戶無電可用 不但交通耗置全停擺 小三通也有一班船班延誤5分鐘 還有6起電梯受困案 索性都平安 而全島大停電 全是因為設備故障 塔山電廠 一個配電廠 一個高壓開關 發生事故 金門大金的部分 約4萬戶 設備故障 系統啟動保護機制 導致所有機組跳脫 直到將近2點才恢復宮殿 而大範圍停電的還有高雄 太空了 百貨公司內同樣一片黑 民眾正在吃午餐 卻越吃越熱 吃飯吃到一半的時候 全部都直接停電 沒冷氣啊 高雄鳳山小港區一帶 在12點多也突然大停電 鷹箱2萬多戶 主因是電壓器保護電液跳脫 鎖性10分鐘後全數復電 夜夜夏日正值中午停電 實在讓民眾較苦連天 基爾金門高雄綜合報導 至今